车完整一家当劫 被独派团体呛下 控制者不以为意 明明深陷金流 怡云态度哀疲 如同这闹剧 用现场控制者横担定 因为这场记者会早被定调 都是会计师端木正有问题 我们现在所有的支出 你知道 都有凭证 都用在选举相关的事务 更重要的 他们要跑到任何个人的口袋里面 每个人都有签字 那你签完字之后 然后你通通说不知道 割批干事长 就每天真的闭着眼睛签字吗 没有 就是睁眼说瞎话 物资家狂骂 民众党以会计师端木正 时间来不及为理由 甚至调节账目申报 导致出现将近 两千多万元的断差款项 用最快的速度 再去监察院补证资料 我们会从错误中学习 这个接受苦难意 然后抗拒诱惑难 很悲哀的 他必须要面对 司法的审判 跟未来的牢狱之灾 916万的贾账员 被轻描淡写 演唱会77万净收入 黄珊珊说是商业行为 心腹李文宗 喊我承担 事实上民众说明 若属实 端木正将面临5年以下 有期徒刑 或被罚60万元以下罚金 对此端木正发声明 强调一切依法 但是妻子陈佩奇 找儿子来开人头 柯文哲有回 等于没回 只是陆陆续续在准备 说到现在为止 东西就摆在那里 故事就是这样而已 虽然有IQ的157 但是碰到犯罪的时候 他的技术 跟他的智慧都非常不足 事上一早 台北市议员 钟晓平 金党议员 也到北柬案铃告发 柯文哲 而北柬也正式分 他自案来追查 民众党假账风波 让党形象重挫 柯文哲想全身而退 恐怕没那么容易 东森新闻真正中心 终合报导 好 这件事情 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 在申报上面出现了大漏洞 这会有法律责任的 就算他现在认为 可能都是会计师的问题 但如果真的是 会计师的问题 那这样木可 不是应该没有问题才对吗 但其实你会发现 为什么相关人等都在道歉 时任晋总财务长李文宗就直言 因为漏报 所以他必须要向党自情处分 但是奇怪的是 他的妹妹怎么今天没有出现 他的妹妹李文娟 才是真正木可公关公司的 负责人 他只有透过声明告诉大家 要暂停营运 而且所有清算之后的收入 都会捐出来 既然没有错 那为什么要清算呢 所以民进党立委也大酸 木可根本就是民众党的 附随组织 选择关闭 只是为了断尾求生 我也会完全接受党给我最严厉的处罚 柯文哲时任晋总财务长李文宗一鞠躬 要为政治现金涉及申报不实扛下责任 但关键人物疑似海捞 柯文哲晋总近四千万的木可公关 负责人李文娟仅以声明表示 即刻暂停运作 但记者会上却不见人影 柯文哲晋总爆发党库通小金库的疑虑 不是没有道理 摊开关系图 柯文哲与李文宗是高中同学 一路从2018年台北市长期间 拉拔担任办公室主任 2019年又高升成北捷董座 参选总统又带着李文宗加入晋总 而木可负责人李文娟 是柯文哲心腹李文宗的妹妹 收受了柯文哲近四千万木款经费 一部分却推出作为竞选小物种类繁多 代为管理等行政作业 包含礼货寄货送货 以此用授权金名义巧立名目 并不是什么违法的事情 那也是透过用授权的方式 那希望党的一些木款的小物 支出能够尽量的降低 这个一千三百万的授权金 是使用了三到四项的款项 来报的 而且甚至有一个会计科目是杂志 宣传支出就包含了两亿多 那请问一下会不会表示这两亿多 其实里面都有问题 另外柯文哲全台唯一的新装进总 装潢费超过一千六百万元 其中给同一间公司就高达一千一百五十万 也引发之一 用柯文哲的话来送还给他自己 政治没有那么困难找回良心而已 面对争议民众党言辞必重就轻 平常检视他党的放大劲 这回恐怕得好好看看自己 东森新闻正中先综合报道 记者带您直击 这一栋的九楼就是网红四叉猫 说十间有限公司登记的地址 而且被报改完名后 大赚科进总千万元 咖啡色大门声索案里没人回应 这里是网红四叉猫揭露 十间有限公司的上班地 如今柯文哲的金流疑云越烧越大 原来这间公司原名是军与国际有限公司 在2017年4月创立的 结果五年后总统大选期间 突然在2023年7月改名为时间 从10月起陆续接获科问者的大笔金流 10月700万 11月200万 12月100万 连续三个月纵账高达千万元 四叉猫甚至起底 除了打公司电话 却自称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外 从粉专来看 点阅追踪不高 依四是管理粉丝团的分身账号 Amanda Chen与Vicky Chen 陈志涵是好友 这位四叉猫先生 他真的是莫名其妙 在网络上头随便的连连看 我跟这个时间公司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为什么我会加到所谓的 他们公司来的同仁的脸书好友 是因为呢 这家公司做好影片之后 希望能够下广告 陈志涵否认四叉猫的连连看 不过就回克文哲背报的 还有绿营网络支持者直指 新装近半屏数80屏 装潢费却高达1404万元 但装潢极为简陋 似乎只有254万合理 其他皆为明显的不知名目的灌入装潢费 难道桌子就要1000多万元吗 是诈骗集团吗 自己至今交代的不清不楚 如果克文哲主席自己嘴中 能够说出低级错误 这四个字 然后就想 好此刻的这个克文哲 已经在开始召开记者会了 目前由陈志涵来开场 带你来看现场 在这四点五点声明当中呢 其中提到在申报竞选总部申报的金额当中 大约有500万元 不是交由他们来做承包活动的这个费用 也就是说他认为有不实的申报的部分 这是第一点要澄清 那么第二点呢 也就是大家看到 稍后我们的这个简报 也会提供给在座所有的媒体 第四点当中呢 他有说申报资料有一笔1月5号 新台币1087万元 这样子的转播费用 他说呢 本公司是受到委托来代为支付 那他说这不是公司提供转播的服务 要求民众党这边要予以更正澄清 首先我先来说明第四点 麻烦下一页 好 第四点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收据找出来了 这个收据当中 我们确实是委托了石乐公司 来代收代付所有的转播的费用 这个转播的内容包含了 柯文哲主席他的造势活动 电视台的转播 当天选前之夜 从1月6号台中厂 1月7号高雄厂 还有1月12号的选前之夜 有委托进行一个电视转播 我们选前之夜的活动 那这一笔呢 费用确实是委托石乐公司来代为承办 所以所有的费用交给石乐公司 来进行代收代付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我们第一点要做的澄清 下一页谢谢 那么既然厂商提出了这样子的指控 认为当中有申报不实的状况 并且说石乐里面呢 有500万元不实申报 所以我们在周末这两天 就直接开始进行全面的清查 那么因为呢 整个所有的款项 大选期间的款项 其实非常的多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进行到第一阶段 麻烦下一页 第一阶段的部分呢 我们首先先查核41万以上的支出 41万以上的支出 其实不止这么多笔哦 我现在就是先投放出 当中的这样子的第一页 我们把主笔的款项拿出来 确认是不是全部都有申报上去 因为呢 我们认为这当中的这个支出的 可能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疑议 所以我们把所有41万以上支出的收据 把它主笔的调出来 下一页 然而我们发现了一个状况 在这些申报的资料当中 41万以上的支出 有非常多笔漏报 漏报的意思就是 我们确实有这些支出 但是并没有如实的申报给监察院 正如我们的这个简报中投放的 这第一二三笔是我们做小物的支出 再往下 然后呢 接下来有我们竞选总部的场地的租借费用 另外还有其他的制作费用 再往下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光是在41万以上的支出 总共我们现在查的结果 又漏报了15笔 15笔的支出并没有如实的 乘报到监察院去 再往下 再往下 这是目前列出来漏报的15笔 后面还查到了两笔 这两笔叫做误报 什么叫误报 我跟大家具体的说明 首先先看到 画面当中 最侧边的这一个 它其实有两个收据 就是它的收票 它的支票是525000元 52万5000元 有两笔 但是我们像监察院呢 只申报了其中的一笔 也就是我们总共支出了100多万 但我们只报了50多万 另外这边的这一笔呢 总共是400万元 这个400万元 向监察院竟然只申报了350万元 所以我们有漏报支出的状况 也就是所有的支出都是有明细 有收据 我们也确实支付给厂商 可是会计师没有申报给监察院 麻烦下一页 竞选总部的财务支出 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 因为有非常多的小额目款进来 这个我们统称为收入 支出的部分呢 包含所有的开支 像是小物的制作 场地的成租 或者是活动制作 要支付出去的项目 全部总合起来变支出 收入减掉支出 就等于选举的剩余款项 可是我们把这所有的 这个收入跟支出的部分 竞选总部的财务部 委托给端木正会计师 当我们查出来说 竟然漏报高达 1800多万元的时候 我们就去问了端木正会计师 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结果就是 我们委托的端木正会计师 他说他时间来不及 所以有很多漏报的情况 当漏报之后 他就把漏报的金额 擅自调节 我们查到1800多万 这个是41万以上的 那还有很多41万以下的支出 可能有漏报的情形 所以这位会计师 他把A也就是收入 减掉支出跟剩余款之后 他去调节了当中的 两千余万元 分成九笔申报 而且这个会计师 并没有告诉 竞选总部的任何人员 他自行将这短差的两千多万元 申报到刚刚我们说的 时乐跟尼奥这家公司 还有木科等公司 总共两千余万元 下一页 所以经过我们目前清查到的 第一阶段的结果 我跟大家报告 目前清查到1800多万元 41万元以上的支出 有漏报41万左右的款项 因为漏报 所以会计师便于行事 他竟然用自行调节的方式 把这些款项 灌到这些公司里头 而这些公司并不知情 竞选总部也不知情 所以尼奥跟 时乐公司的负责人 发出了声明 认为这个申报当中有状况 那么当中具体的法律责任 我们就请 黄珊珊总干事 来向大家报告 各位媒体朋友 我想刚刚 我们的副总干事 已经把流程说得很清楚 我在这边再说得更清楚 简要一点 第一 竞选总部的财务 完全是把善打 跟申报的工作 交给了委外的会计师事务所 这是第一点 每个礼拜 我们会把所有的支出凭证 配同他的银行往来记录 包括支票或者是汇款 一起把这个凭证 交给会计师务所 照理讲 他就应该按笔的 逐笔的上 善打跟上传 但是 从这一次 刚刚你要发出声明之后 我们去清查的结果 就在我们这边留存的支出凭证 有很多笔 并没有在监察院的申报范围内 我们才会一笔一笔的去找 从40万以上开始寻找 表示我们有支出凭证 有交给会计师务所 但是没有在监察院的申报范围内 各位这样可以很清楚的明白 支出凭证都支出了 也交给他了 他没有报上去 第一个错误叫做漏报 漏报累积到最后要结算的时候 就会有所谓的短差 跟存折中间有短差 因为有短差 所以他必须要说明 他没有做完整的说明 也没有跟竞选总部讨论 他自行做了调节 就叫做虚报 漏报 短差 虚报 就是这整件事件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但是这中间没有人 未造任何发票 也没有人未造任何支出凭证 这每一笔的支出 都用在了选物上面 但是会计师务所 把我们交给他的支出凭证 放在一旁 没有登录 然后到结算期 发生短差 他自行调整到 其他的公司名下 这些公司并不知情 也没有开立任何的发票 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 虚伪不适 所以就这三样事情 我们讲得很清楚 第一个 因为我们的钱 都用在了选物上 我们都有支出凭证 所以这短差的1800多万 是我们现在比出来的 那他调节的 这大概2000万左右 我们现在也还在清查其他的部分 这部分我们会就相关的部分 向监察院提出补证 第二个部分就是 接下去我们还会再去清查 其他的相关的收支 是不是还有这样的短差 那最重要的是 对于厂商受到外界的误解 还有攻击 还有对于支持者 大家的担忧 还有社会 大家对我们多受关心跟讨论 我身为竞争总干事 还是要在这边向 所有的支持者 还有所有的媒体朋友们 表达我们的歉意 我们没有把控好 这些应该要管理好的作业 那财务部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我们非常感谢将近有18万笔的小额捐款 所以我也可以想见他们的工作量是多么的大 但是不能因为人力物理不足 就对于相关这个作业有所轻忽 所以今天我们也很谢谢大家 给我们时间 我们找到了这些短差的金额 我们也会按照程序去补证申报 相关该负的责任 法律上还有监察院 要对我们做的调查 我们都会主动配合 而且我们也会把所有的资料 交给相关单位来做配合调查 好 刚刚所说的所有的支出项目凭证 我们今天也都一并带到现场来 那这些所有的凭证都是在 柯文哲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 所有的支出 所有的凭证 这两天我们就是在针对这些箱子里面的凭证 逐一的清查 但是这只是第一阶段 接下来还有从更多凭证当中 试图找出如果有漏报的地方 我们也会及时的来补证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请财务长 当时的李文宗财务长 我可以跟各位保证 这里面的箱子里面的每一份的凭证 都是由我亲自签合 所以我是竞选期间的成务主管 那一样的 每一笔的单据凭证 也就是说我们银行的进出 每一份都是有根据的 所以银行收到多少钱 会给谁多少钱 每一个都有凭证在这里 这是我要跟首先跟大家报告的 第二个各位也许会问 这个我们为什么会委托给会计师 其实我们财务部门的能力真的很短缺 在竞争期间里面实在有太多这个事情了 也非常的琐碎 那我们相信专业 我相信我们再厉害 我想会计师一定比我们厉害 所以呢 在我们 我们就拜托他 有关账 很完整的账 交给他 麻烦他跟监察院 来做登陆的工作 所以监察院 在登陆的沟通上 也是跟会计师事务所 这也是第二点跟大家报告的 我想再度强调 这里面就是所有我们的收入跟支出 我们非常非常珍惜每一份的捐款 所以我们也尊杰来使用 所以这些凭证都在 当然我也相信 这个专业的会计师 会如实的登陆在监察院的系统里面 但是很可惜 出现了这些短差跟漏报 那我现在在这里 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报告 我完全不知情 但是 身为这个财务长 没有做 财务部门没有做 没有尽到 二次查核的责任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也要向 支持者和合作的厂商 鞠躬道歉 我完全负起这个责任 而且 我身为民众党的党员 造成 党的生意 受到如此大的伤害 我也会 向党 自行处分 我也会完全接受 党 给我最严厉的处罚 谢谢 好 那么接下来 这个时间 我们就交给 党主席 同时也是身兼候选人的 柯文哲 来对大家 进一步的说明清楚 现场的媒体朋友 还有在 网路上看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 欢迎大家 这两天 相信很多支持者 看到新闻报道 都感到非常的忧心 对于我们在监察院 政治现金 申报的资料是错的 感到震惊 其实我也相当紧张 我知道说 事情的真相 绝对不是 电视上那些名嘴 车衣在讲的是那样 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第一瞬间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利用在 周末假日的时候 把我们竞选团队 过去有关的人员 找回来 利用假日 彻底的清查 因为这两天 这几天的这种努力 现在才有办法在这里 跟大家 2024年这场总统大选 我感谢美笔 小乐捐款 也因为有这些捐款 我们才可以 撑到最 我知道大家会捐钱 都是因为 希望说台湾可以更好 也希望说 柯文哲有机会来改变 这个文化 所以才有这些捐款 今天调查的结果显示 我们现在所有的支出 你知道 都有凭证 都用在选举相关的事物 更重要的 它没有跑到 任何个人的口袋里面 但是为什么还是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整个那种灯打的业务全部外包 只会有人便宜行事 你知道 没有一笔一笔输入 最后就找那个最大笔的把它灌进去 造成今天的这个错误 这次总统大选 是台湾 民众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 其实我们很多还是在摸索 也没有经验 我也认为我们可以 做得更好 其实是一种在监察院的登录 这种错误是不应该发生 那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 再去监察院补证资料 我们会从错误中学习 也会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 继续进步 这才是负责恩的做法 会保证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 我们不会被任何挫折击垮的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好 谢谢大家 好 以上是今天我们针对这一次 所大家外界的疑虑 我们逐一来说明 我们要很重视强调 我们的每一笔政治现金支出 都用在选举事务相关 没有进到任何一个人的口袋 而且我们非常重视严肃以对 彭顿生今天早上到台北地检署应讯 而身份是被告 这让金华城容积率争议 案情持续升高 根据了解 彭顿生今天被约谈 主要是检方希望他能够说明 金华城案的决策过程 不过北京以侦查 不公开为由 不愿向外说明 由于彭顿生曾经在访谈中 提到自创的容积奖励 20%是由贺文哲亲自签字 因此引发争议 而这个金华城的这个容积率案 高达了840% 容积奖励跟公益性的回馈对价 是否相称 都委会通过 有没有市府高层的介入 都是检方调查的重点 其实柯文哲任内 除了金华城改建案之外 还有北市科园区设定地上权案 都被外界质疑 图利业者 北检今年五月 接获告发 专案小组也以证人身份 约谈了北市都发局 还有都更处的相关人员 不过今天 彭震生却是以被告的身份 被检方这个传唤 是否代表检方 掌握到了其他证据 让案情升高 都有待台北地检署 来持续厘清 这是目前掌握到的讯息 主播 我刚刚讲柯文哲 然后李文娟 李文忠 然后端木正跟陈贝景 第一个我告背信 第二个告违反政治现金法 二十条 二十二条 二十三条 然后涉钱洗 洗钱防治法 那钱洗来洗去 然后而且他用假 他根本就是用假的资料 让监察院的公务员 财产申报处的公务员 登载不死罪 使公务员登载不死罪 我们告这四五项罪 不管金华城 不管这个涉及的 这个洗钱案 这个背信案 几千万 动辄几千万 几百亿点 我觉得他对小草很残忍 他到投票前几天 还跟小草募款说很穷 你钱这样洗来洗去 我认为他是全台北市 有史以来 可能第一个要坐牢的台北市长 而且出这样的人 做八年台北市长 我们台北 身为台北市民跟市民 觉得很羞耻 台湾前后林玉婷 在巴黎奥运 是在为台湾拿下一面金牌 而国民党主席朱一伦 今天上午的时候 也在党中央来庆祝 是特别的发放了鸡牌 以及珍奶 要来和国人一起享受 这个光荣的时刻 只是朱一伦也被问到了 因为包含现在 民主党主席柯文哲 因为竞选经费的争议 疑似有做假照的一个情况 来听一下 朱一伦他是如何回应 我对于柯主席遇到目前这样的问题 我相信所有的这些候选人 对于这个政治献金的申报 都会都要受到社会的检验 那尽快的赶快厘清 这是最重要的 那柯主席的这些幕僚很重要 幕僚一定要把这些详细整理的过程 还有这个申报的资料 或者是相关的证据提供给社会 以遭攻击 好我们听到呢 因为其实呢 朱一伦也有会计的一个背景呢 他也强调了这个柯文哲的 所有一些政治人物的这个政治献金呢 都是应该要受到检验的 也希望柯文哲呢 能够尽速的来跟国人来报告 以上是这些消息 这把时间镜头 叫他给彭内祖国 再过几个小时 我们就要把我们清查的结果 很郑重的对外说明 那我在这边可以先告诉大家的事情呢 原本发现里面的一些款项的单据 似乎有遗失的状况 但索性经过了清查之后 都晓出来了 刺烧猫这种透过 断章取义想要带风向 然后呢 刻意的让人认为说 好像我跟这家公司之间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这边我要严正的抗议 而且我要郑重的澄清 我跟这个时间公司 除了帮他上架影片之外 事实上没有任何的关系 现在跟妻子怎么样 就是有原谅他了吗 今天没有送 下午两点有记者会 你们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在那里摆好 手臂跑在这里挤在这里 那因为现在这个演唱会的金流也被质疑 因为当时候你说是募款来用的 那到底算是募款 1600万的专潢费呢 所以他这种募款画费说只有用三个月 是用天价的专潢费怎么来看呢 我已经有说这个查办的时间 好像有点查太久了 18万 可以看到从画面上 柯文哲对于记者任何提问是不回应的 柯文哲竞选团队在大选情间 政治现金申报过程出现了问题 经过全面清查 下午两点钟 柯文哲以及当时的竞选总干事 黄珊珊还有副总干事 陈志涵等人都会出面说明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陷入作假账疑云 又有新爆料指出 柳建敏为时间的公司 2023年7月突然改名 就像柯文哲拿走千万宣传费 包括10月拿到影音制作专案700万元 11月再拿200万元 12月又有广告费100万 夸张的是账面上座整合行销 实际业务根本都不拢 那个为数今天很漂亮 加起来就是1000万 但像这家公司 他的经营的状况看起来 跟影音好像有落差 就做居家多肉园艺 然后去接柯文的影音的案子 所以他用钱的标准 会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艺善 接着查该公司地址 发现是一家商务公司 质疑时间根本就是人头公司 上头登记的负责人贺林又是谁 整间公司疑点重重 点进脸书粉砖 按赞更只有个位数 看起来毫无知名度 为何能接获千万金流 柯主席的清廉危机争议再填一笔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角的金流疑点越来越多 现在国民党议员周小平假如战局 声称8月10号一早要赴北检出面指控 柯团队做假账 今天我回去按理申告查 这三张是不是伪造的 戴女士说坚决查过 没有开这三张发票 上穷 碧落 下黄泉 找了快递车开过会 没有 媒体人王伟焊也说 民众网这一次的正义有三个问题 乱报 福报 没有支出却已申报 涉及公务人员登载不实 原来先前柯文哲静总委托尼奥 以及时乐两间公关公司办肇事活动 殊不知同为两间公司的负责人 戴地霖声称 民众党声炮三个款项 高达916万不存在 而这戴地霖被报 她是时任柯文哲竞选总 但是黄珊珊的好友 但是友情似乎已经变职 既然是朋友他就打电话 就这事情发生就打电话问黄珊 黄珊珊大概有一两天已读不回了 蓝营不断暴掉 丽营现在同样警告科团队 过去版的活动三个字有问题 就连媒体员也说 民众党必须说清楚 柯文哲在内部的账务的资料部分 还有他申报到监察院的相关资料 到底有没有相符的状态 康恩君指出柯文哲选举时辰 声称要唱歌筹钱 而这场演唱会的净收入为77万多 被公关公司默克给收走 幻想却没有出现在申报项目中 继续追柯文哲进走 跟木可公司的关系 却越选战 柯团队付授悬金 委托木可处理竞选小物 礼计送货仓储等业务 但今天公司的董事长 是柯文哲心腹李文总的妹妹 李文娟担任 李文娟被爆掉 同时身兼柯文哲进走的财务总管 另外木可公司外聘的顾问团队立顶 担任木可跟立顶联系窗口的李婉萱被踢爆 身兼柯文哲进走员沟 民众党如今深陷青年危机 曾说民想青年情向安乡土 是他实践的柯P 现在白出于绿更胜于绿 那我先任务心中不倒